您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TNews聯播網 我是黃家慧 新聞開始要先來看 吃蔬菜 水果也得要當心 台中食安醋去年是抽驗了728件的蔬果 共有22件的農藥殘留 其中小葉菜類不合格率是震了9%最多 其次是包葉菜類食安醋建議了 食用前可以泡水3分鐘去除地頭 來降低吃到殘雲農藥的風險 蔬綠的蔬果擺滿眼前 讓人好想買回家 不過近日食安連環報 民眾也擔心就算是蔬菜 也可能有農藥殘留 實在不安心 吃下去就會身體比較不好啊 對不對 一定要挑選啊 我們家有自己有在種田 所以我爸都會知道說撒了多少農藥 日前食安醋公布了112年蔬果農藥抽驗結果 728項中共減出22件有殘留農藥 不合格率3.02% 其中有19件來自外縣市 另外3件則是因無法提供來源證明 依照食安法處3萬罰還 不過整體而言 違規率已經比過往下降3% 110年當時大概是6% 那其實從110年這樣子執行下來 到了去年也降到3%左右 這個違規的蔬果它的上游是屬於什麼樣的一個大盤商 那麼是來自於哪邊的農地 我們都分別提供給市政府的農業局 或是源頭縣市的衛生局或農業局來做參考 以便來加強我們這個源頭方面的一個管控 另外也統計三大違規蔬果 第一名是小葉菜類 包含最常用來快炒的菠菜與青蔥 不合格率9% 第二名是包葉菜類 例如包新白菜與過年常吃的大芥菜 而第三名則是豆菜類 推測是葉菜類與豆類容易長蟲 而包菜類比較容易包覆農藥 建議大家盡可能的去選購有這個農產品標章 或者是甚至是有這個有機標章這樣的蔬菜 那選購完了之後 我們第一個先可以用水泡個3分鐘 然後再用流動的水去漂洗 比較不容易清洗的像地頭啦 或是這些有根部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把它切除 食安層層把關難免有漏網之餘 民眾料理前還是要注意清潔 才能避免將殘留農藥吃下肚